女僕店 那一餐一個蛋包飯 圖片僅供參考並非當事店家好嗎 450 欸 450 接近囉 550 欸 有人有人猜對了 有人猜對了 沒錯 我花了550 含魔法價格嗎 含 含拍照嗎 欸 沒有 但是有表演 這是我的照片欸 對對對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照片的由來 這個照片是那個 戴維維就叫人家女僕畫她的包包旁邊掉了一隻袋鼠 然後就畫成這樣 我有付錢欸 我真的會掐死 然後那時候姆斯也在 然後她跟那個女僕講話的方式超危險的 因為女僕都可可愛的 然後姆斯講話就很像那種很危險的那種男生 對 侵略性十足 真的欸 就想說 欸 姆斯很會喔 欸 姆斯好像很會跟女僕講話喔 對啊 欸 她聊一聊 那個女僕居然把IG給她欸 你們有過在那個女僕店跟人家聊一聊 然後女僕主動喔 女僕主動IG給人家欸 姆斯請受我一拜 對啊 欸 怎麼樣才可以聊一聊 然後讓那個女僕妹妹給人家IG啊 超誇張的欸 欸 女人 給妳的IG欸 因為我沒有去過那一家 女僕店 那一家是我第一次去 之前是去別家 那時候 我就想說看了一圈 然後想說 欸 那我就 想說點這個 然後我就花了 五百五 因為是五百塊 加五十塊的服務費 主要是我覺得盤的原因 首先 她的蛋包飯 有待加強 我會說她有待加強的原因 是因為我那時候吃的蛋包飯 我吃了第一口 然後我就吃到兩片蛋殼 顯然那個女僕可能在施魔法的時候 不小心加了一些鈣質給我 那我也是沒辦法 她可能覺得我缺鈣 好啦 五百塊其實還好 但是因為就是那個女僕她還 跳舞給我看 這個記憶好久遠 她就說 可究竟什麼 那個今天有活動 可以那個 請我跳一支舞給你看 然後我就 喔 喔 跳舞欸 喔 可愛的妹妹跳舞 然後我就 對 這其實包含女僕表演的錢 其實還好 說盤的話 我覺得還好 就只有那一口 都是蛋殼的蛋包飯 讓我覺得稍微盤一點點 但是那個 可愛的女僕跳舞 瘦一點點的那個 小菲應該是還好啦 好看嗎 好看 跳舞 好看 好啦 女僕或者是偶像什麼的 那個妹妹跳舞真是很可愛 白癡 變態 差小 她一直對我放電 然後你知道她她每次 只要眼睛一看著我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我旁邊的大哥說 我不行 我再吸收 再吸收一點可愛妹妹力量 我就要 奪門而出了 是可愛妹妹耶 拜託 你們誰能抵抗得了那個可愛妹妹的可愛的公主 對嘛 對嘛 你們也無法啊 那你們沒有資格管我吧對不對 OK 沒人抗得主沒錯 那再來下一題 下一題是 完蛋我自打錯 我要 這一題的題目是 課金 課金啊 FGO滷肉飯真的 等一下我怎麼沒有改掉字啊 這滷肉飯 要31單 我都超多 我都超多 課金跟滷肉飯一樣便宜 知道了滷肉飯保底一顆蛋 哦呦 錢好吧 32900誰的 誰的課金那麼貴 我們是要猜說我花多少錢課金好嗎 12000低一點 8800低一點 2900低一點 10萬 10萬怎麼課的 Everybody 的快樂都不一樣 低低低 誒 10 10在低一點 低一點 誒 有人猜對了 零 零人滷肉飯哪裡可以吃 好啦我先跟大家講 我這一題是故意出來吊你們的 我真的沒有 課過金 我玩遊戲 我玩手遊 我從來不會去 在乎 我抽到誰 我也不會去羨慕人家那個什麼酷酷的卡池 或者什麼酷酷的限定卡 對我真的沒有課過金 我真的從小到大玩遊戲都沒有課過金 看到可愛妹子不想帶回家嗎 我都在玩那個勒 老公遊戲也都在玩夢女遊戲 欸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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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只要發現這個遊戲 它一定要靠花錢 才能夠有那個遊戲體驗的話 基本上 我通常都玩不久 我就會默默的體驗一下這個遊戲 然後就想說 呃玩得差不多了 啊接下來都要靠課金喔 好啦那算了 然後我就把它刪掉了 對 你的老公是免洗的 沒有我老公是很多個 誰說老公只能一個 到處都是我老公好不好 還是我們下次開箱你氣坑過的老公 好啦不要這樣子 我要開4個小時欸 不行啦 太久了 真的 對啊 適當的課金 可以支持遊戲走遠一點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沒什麼關係的啦 我只是剛好沒有這個習慣而已 好嗎 OK 好 下一個 台積電股票 我先說我這個是跟人家一起合買的 我不可能有 那個財富 去買一整張 650低一點 680低一點 647 欸647接近了 647低一點 欸有了有了 看到答案了 買了幾股 也說了 隔天買完就跌嗎 你怎麼知道 說643還好的 你要不要看一下 等一下我現在看一下 它現在多少錢 510塊 我們一群人集資 買了643塊的台積電 還記得兩三年前台股正夯的時候嗎 我那時候還在上學 那時候啊 班上 然後有幾個 可能就是剛開始打工 然後或者是家裡面本來就有投資習慣的人 就想說 欸現在股票正夯 我們要不要大家一起買一張護國神山 我們就大概快20幾個人 東湊一點西湊一點點 我們大家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寄帶 我們創了一個群組 原本叫做護國神山不會倒 然後我們就進去 然後大家把比例寫清楚 還做了一個圓餅圖 說到時候賣掉的時候 大家比例要怎麼分 然後我們就請一個人幫忙買 說哇要發財了 那個現在台股正夯 我們怎麼可能虧錢呢 對不會倒但是會跌 隔天 我真的不誇張 我們還偷偷的在必修客買的 想說哇643 然後那時候還往上 然後到649 我就說 哇我們賺翻了賺翻了 哇到700塊我們就把它賣掉 我們那時候想說 目標價700塊 好700塊就把它賣掉 700塊就把它賣掉 隔天我們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打開我們大家的台股APP 綠色 還是有底色的那種綠色的 跌停 我們那天全部都灑掉 我們那天其實還沒有虧 帳目上還是紅色的 我們就想說好 那沒關係 至少帳目還是紅色的 我們不要那麼快賣 我們要給他一點機會 我們就一直放著 我們想說我們要等他有信心 即使看到帳目變綠色的時候 我們還是對這個護國神山 抱有極大的信心 我們的群組從護國神山不會倒 現在改名叫做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我講的都要哭出來了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多絕望嗎 我們那時候還是個學生 而那個群組到現在還在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我上次雜談的時候 你們看我對台股為什麼那麼失望 那麼生氣 你們想想看 我還不是我們這個群組裡面投最多的 那那些投超過10%的同學怎麼辦 我們就是想說等他回到600的時候 我們再考慮要怎麼做好不好 但是呢 我們也很謝謝台積電 讓我們這個群組一直存在 讓我們這群朋友呢 到今天還是會時不時約出來吃飯 討論一下 我們又在投資這條路上失去了多少 我們謝謝台積電爸爸 他賜給我們價值64萬3千元的友情 確認一下有沒有捐款潛逃 目前沒有啦 對啊真正的寶物是我們的友情啊 對啊 你看 快20幾個人只是因為 套牢而存在的友情 這個友情多珍貴啊 拜託 你們是草帽海賊團 什麼 真正意義上的套牢的友情 好啦明天看 如果那個台積電又真的是綠的話 那 那不能怪我啊 不能怪我 那代表只是我們的友情夠堅固而已 好嗎 是那個台積電經不起我這樣子消費他而已 然後呢 我們今天 欸 我不是說有驚喜嗎 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今天說有驚喜 大揮揮的性感女裝高中懲罰 跳舞黑衣食影片 靠屁又快要怎麼死